現在我手上的是大空智慧手機無線監測系統 MamiCam IP2000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三分鐘的快速安裝法 本機支援Android以及iOS系統哦 首先我們打開包裝 裡面大家可以看到有 MamiCam IP2000的主機 天線 變壓器 避掛安裝座 以及最後的安裝配件 如果內容物都沒有缺少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安裝囉 MamiCam IP2000支援無線Wi-Fi 不過首次安裝的時候 仍然需要連接網路線以及IP分享器 等到完成安裝之後再拔除 就可以透過Wi-Fi随時監開你想要監開的位置 先將天線連接主機 再將網路線連接MamiCam IP2000 以及家中的IP分享器 再接上電源線 此時變壓器上的紅燈會呈現亮燈 別忘了一定要先接上網路線 然後才能夠接上電源哦 完成以上兩個動作之後 此時鏡頭會自動旋轉上下120度以及左右355度 當鏡頭上方的綠燈LED燈閃爍時代表偵測完成 再來檢查RJ45網卡是否正常呢 可以檢查MamiCam IP2000 後方網路線插座旁的 黃綠電源燈 此時如果黃燈衡亮且綠燈閃爍則代表正常 如果您的手機是Android系統 1.從Play商店進入搜尋MamiCam 2.到安裝MamiCam按一下安裝 3.完成安裝程序之後 手機桌面將出現MamiCam图示 4.開啟MamiCam按新增攝影機 5.按QR扣鈕 6.扫描攝影機底部QR扣 當聽到D一聲即表示扫描成功 7.UID會自動顯示於資料欄中 8.輸入攝影機密碼888888共6個8 9.按儲存鈕設定完成 10.按以連線攝影機看監視畫面 11.聲音狀態可以切換成靜音、監聽或通話 12.畫面可及時快照 12.檔案儲存於手機中 13.您將可以隨時檢視快照 12.完成以上兩個步驟的設定之後 就可以透過手機來監看家中 或者擺設MamiCam IP2000的環境空間 12.找到手機桌面MamiCam APP 12.按下攝影機 此時應該呈現以連線狀態 12.以及監視畫面 12.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指上、下、左右 12.發動畫面來控制攝影機鏡頭 12.以達到上下120度 12.以及左右355度全方位的監控 12.當室內光源不足時 12.MamiCam IP2000將自動開啟夜視功能 12.最後,本機還可以搭配主機後方的 12.MicroSD插槽 12.插入MicroSD卡之後 12.設定成為錄影模式 12.這樣就可以達到全時錄影 12.或者警示系統偵測有變化時 12.才啟動錄影